今天发出话题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两讲日记的人本首度公开了 去年从美国史丹佛大学运回台湾之后 国师馆在整理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 蒋经国的日记本竟然缺了103页 而且蒋经国本人其实也知情 他在数年之后重读日记 曾经记录下日记被人偷思甚多 实为其事 而进一步来比对这个缺业的时间点 正巧就落在张亚若生产到去世 因此退估这个特定的内容遭到移除 可能是跟张亚若有关 究竟是谁拿走了日记本还大量撕毁 跟着镜头带您一块去追走 小心翼翼翻开书页 纸张以泛黄脆化笔墨却依旧清晰 国师馆首度公开两讲日记 并揭露在整编原本时 发现蒋经国的日记有大量缺页 分别在1941年跟1942年共103页被撕 而蒋经国对此也知情 1954年蒋经国重读1941年的日记后 在封面亲笔记载 翻阅就日记发现日记被人偷思 甚多实为其事 推测可能是38年陪父亲到马公时被偷 虽不记得其中所记为何事 但绝无愧心事 心里很坦然 而进一步比对缺页时间点国师馆发现竟跟张亚若有关 撕掉的部分刚好是1941年的3月开始一直到1942年的8月为止 8月就是张亚若死掉的那个月份 可以判断被撕掉的这样的103月可能跟张亚若有重要的关系 而蒋经国身份特殊当时也以为之要指 究竟谁能偷走日记 甚至大量撕毕如果前面那一段叙述1941到42是讲的交往的过程 可是你后面所有的是否认这样就可能会有不一致 当时蒋经国已经开始要接班的这种行列 这个有竞争的对手 有可能是需要把那一段过去抹除 蒋中正对于这个撕掉这件事情有介入 我们当然不好判断 而国事官也发现蒋中正在部分年度 竟有两本日记 原来是怕在前线不慎丢失 另外攜带一本 两长日记重现历史也揭开米星 谢谢陈寗二弟 泰国导